那么接下来还要带你来掌握的是 我们的演艺圈的讯息了 吴宗宪主持的节目 新节目播出两集 收视非常低迷 所以制作单位想要赶快找来秘密武器 也就是邀他21岁大的女儿吴珊如来助阵 希望借由妇女合体来拉台收视 那么在跟爸爸一起主持节目 吴珊如的主持价码多少呢 据传呢 当然是不可能跟爸爸一样高的 据传是每集两万块 而吴宗宪则是每集五十万 看来女儿价码仅仅是爸爸的二十五分之一 不过还要提到的是 其实吴宗宪目前手上仅仅只剩下三个节目了 收视都不大理想 他有说到如果说观众真的是不想再看到他了 他就会离开 绝不恋战 本土天王吴宗宪新新节目开播 但接连两周收视都不理想 第一集平均收视0.33 第二集更惨 掉到0.18 只有58万2000人收看 制作单位极了 决定使出杀手剑 让吴宗宪和大女儿Sandy 打档主持 好 创造话题 瓜子脸圆圆大眼 笑起来超甜美 和五年前镜头前曝光相比 小女孩真的长大了 她就是吴宗宪大女儿 21岁的Sandy 本名吴珊如 160公分高 今年六月从美国华盛顿大学 综艺艺术系毕业 对演艺圈一直很感兴趣的她 五年前出事提升 就让老爸吴宗宪赞不绝口 演得很好 台风非常的稳健 然后呢这个 我觉得拉金钟奖的 都不见得能够演得她那么好啊 吴宗宪证实 制作单位的确有这个想法 初期会安排Sandy担任助理主持 每集酬劳2万 虽然只有老爸架码的25分之一 但毕竟是个机会 传出节目收拾不佳 吴宗宪搬出女儿抢救 但她也说如果观众真的不再喜欢她 她不会恋战 三立新闻黄新闻林松斌 台北报道